今天我們來聊一個東西 其實大家會很關心 有關於會傷害到鏡片鍍膜的東西 就是有關鏡片鍍膜的殺手之一 我們之前有講過了 溫度 然後還有什麼呢 硬力的部分 我們再來聊一個 因為最近 膠框感覺起來 又好像 慢慢在流行 很多各大品牌都在推出 膠框的鏡框 那配膠框的 真的要特別注意這一點 就是什麼呢 鏡框縮水的問題 兩大材質 醋酸纖維跟硝酸纖維 也是我們平常講的 板料板材或者是 賽洛洛 各位一聽到 賽洛洛 日本手工框 有會縮水嗎 我告訴你 一樣照樣縮 只不過 在板料縮水這一塊 個人看 那不是絕對 歐美的品牌 會稍微嚴重一點 日本也有 但是比較沒有那麼嚴重 那當然我等一下 當然最後也會是 教各位怎麼樣去防範 你很喜歡這樣子的框 可是它是醋酸纖維 它是賽洛洛 那你又很怕它會縮水 對我的鏡片產生影響 或者是變形 那應該要怎麼樣去營營會比較好 OK 首先 我們先來看 這個有關於板材縮水 其實 它是一個 現在這一個 我們眼鏡產業在 處理板料跟賽洛洛這塊 是無可避免的 那 之前有一個網友問我說 有沒有哪一個品牌 是比較不會縮水的 我的回答很簡單 我就說 只要它用的是板材 或者用的是賽洛洛 會不會縮水 真的是看你的運氣了 為什麼會這麼講 因為 一般我們講的板 我們講的眼鏡工廠 專門製作膠框的 大部分它是沒有生產板材的 就是它沒有生產這個原材料 這個板材就是一大塊板 買回來再裁切 所以它是買這個板料的這個材料 回來裁切切割成型組裝 所以眼鏡廠它不負責原料的部分 大部分 有沒有一貫線生產的這個 我 我是沒有看過 但是我不敢說沒有 但是我相信應該 應該是少數 所以 變成說眼鏡工廠跟板料廠 就是這個原料廠叫貨 它也沒有辦法去確定乾燥度 那以現在的商業模式來說 以前 我 聽一些老一輩講說 以前板料的古法 是要經過三個月 陽光的曝曬反覆的去熱連壓 讓它整個裡面的醋酸成分 去把它釋出 這樣子就可以保證這個板材 以後不會變血 但是現在真的沒有人這樣做了 那網路上常常有很多文章 什麼曬洛露什麼 靜置幾年 這些我跟各位講 你就當聽故事聽一聽就好了 好不好 因為說實在的 現在 整個的生產製程 會在板料廠靜置很久 比如說這一塊料一直沒有人叫貨 所以它就靜置在那邊 等到有人叫貨就拿出去 OK 就說它的出貨是不一定的 那今天出貨快慢 有時候很難說嘛 那如果說正好出貨的比較慢 它是不是在裡面放的就比較久 那當然它就慢慢的乾燥度 就會變得比較好 那今天它如果製造出來 可能才沒有多久有人叫貨了 它就被送到眼鏡工廠去製作了 這個才是實際真實的情況 因為 為什麼這麼說呢 這是一個現在商業模式的一個變換 不會說像以前真的是 要一定靜置到多久 因為其實 你如果真的要做到乾燥度 不是只有靜置而已 你是 就是這個板料 白天大太陽的時候 拿出去在陽光下曝曬 曝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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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曝曬 它裡面的毛細孔打開 裡面的醋酸成分蒸發出來 然後這個時候板材會變形 再送到工廠 再加熱壓品 成型 晚上回到工廠 放置冷卻 隔天再拿出去曬太陽 是這樣子反覆 去讓裡面的醋酸成分 或者硝酸成分 去做蒸發 那現在呢 你說 就在倉庫裡面靜置 如果它的倉庫又是比較 密封的什麼的 那其實效果也不是 也不是那麼的好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我說是看運氣 我拿了 我拿了一支比較經典的案例 這一支 10BB 這個日本手工廠 這個等級應該也算高了吧 這個余氏老師傅的 親指眼鏡的 OK 我們先看它的礦面 這個 縮水是這個樣子 那為什麼 這一邊 那個Demonette 樣品片還在這邊 樣品片不見 因為這一邊的縮水比較嚴重 樣品片已經被擠壓到斷裂了 那再來一個呢 來我們來看這邊 這個可能鏡頭 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 我稍微指一下 來 有沒有這個金屬角鏈 跟這隻腳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大概 1mm的細縫 這裡 看得到 看看可以嗎 這樣子再近一點了 這裡 這裡有一條細縫 可以嗎 好 我們看另外一邊 我把它翻過來 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發現這一條細縫 剛剛的1mm 這邊大概有3mm 然後來看這隻腳 這個 這一隻這一段 這裡 有沒有看到 這邊 這個金屬稍微突出來的一點點 這邊 這裡有沒有看到 這邊 這裡 這個金屬你看 因為它的細縫這麼大 也就是說 這個板尿它是縮水 已經縮進去的 大概3mm左右 這隻金 這個金屬腳 本來是已經突出了大概3mm 是被我修掉的 因為它如果 如果不修掉 我腳合起來 有沒有 這裡會突一塊金屬 卡在這邊 腳會合不起來 你看 同一隻框 兩隻腳的縮水的程度 就不一樣了 它的這一隻的右腳 只縮了大概 不到1mm左右 它的左腳縮水縮了3mm 所以 這有可能是什麼樣的情況 在製作這隻腳的時候 可能這兩隻腳是兩塊 同樣顏色 但是不同的 製作時間出來的板料去製作的 各位理解嗎 就是說 它可能它在生產這一批眼鏡的時候 它可能 因為一般通常 像這隻框的這個面料 通常就是 這個像這個就是叫大概 8mm厚的板料 那這個進腳 這個大概是叫4mm厚的板料 那可能叫了 譬如說 這隻框它可能要生產 譬如說 500隻 1000隻 那麵料它可能就是叫個 譬如說200片 還是150片 那 腳的料呢 可能就是叫 100片還是 譬如說100片 120片這樣子 那 同時去拆切出來 它就會分左腳右腳 這樣子 那 再來在製作過程中 這兩隻腳 不一定是同一塊板料做出來的 這個是 在工廠生產端 真的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就會遇到了 兩隻腳縮水的程度不一樣 那像這兩框也沒有辦法賣了 這個我就是拿來當教材 然後再來 那再來 這隻的這個是更誇張 有沒有 這個都是 知名品牌喔 湯厚的 來 各位仔細看喔 好像 有沒有看到 它裡面這個膠圈已經縮水到 跟這個金屬框 有沒有這裡 這個縫隙 有沒有 這個是整個可以移動的 兩邊都是 從那面看也很明顯 有沒有看這個地方 有沒有 它整個是已經縮水到這樣子的程度了 像這個也都沒辦法賣啊 那 歐洲框 歐洲設計師 我們就拿來日本手工框 歐洲時尚品牌 來 歐洲設計師 這個設計師 這個名氣夠大了 我們看這邊 有沒有看到 這裡 鏡片已經突出來了 這就是什麼呢 它縮水一直縮 去擠壓你的鏡片 有沒有 可能看這個鏡片已經變形到這麼嚴重 那你想想看 這如果是你的近視鏡片呢 如果你都不去管它 那可能 從變形的地方 就很非常容易脫模 而且這也會影響到你看出去的度數 可是 現在全世界的膠框 觸酸纖維還是占大宗 那怎麼辦 當然現在也開始有很多廠商開始研發 就是不縮水的觸酸纖維 但是因為目前講的我還沒有經過很仔細的測試 就是我不確定 那其實也有人問我說 那我要怎麼測試 這個觸酸纖維會不會縮水 其實很簡單 你就拿一個這種眼鏡的夾鏈帶有沒有 好如果一支新的眼鏡來 當然如果說你真的是有那個錢來 要去做測試 把這個眼鏡這樣包起來 那如果他是有這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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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孔的有沒有 記得把氣孔封住 你整支眼鏡 正中午你把它丟到大太陽底下曬三個小時 你把打開你就會聞到很濃很濃 公顏醋的味道 就是真的是醋酸的味道 那個味道非常明顯 你打開這個袋你會發現 會有一股酸味非常的嚴重 所以這個目前板尿縮水的這一塊 這個是真的無法避免的 當然至於說你如果說 我聽你在放屁 我買了這支框我帶了兩三年 都好好都沒有縮水 那我跟你講 那就是恭喜你 你買到了真的乾燥度很好的 但是你可以確定你買到那支是乾燥度好不好 我相信你也不會把配好的眼鏡 鏡片放在上面 各位我剛剛講這個實驗 你千萬不要把鏡片在裡面的時候拿去做 那鏡片會壞掉 所以我這邊提供兩個方法 當然第一個就是一個比較消極的方法 就是避開醋酸纖維跟曬洛洛 像現在我們看呢 像現在很流行這種 一樣這個膠框有沒有 看起來 就是跟板尿膠框很類似嘛 但是其實他們的材質就不是醋酸纖維跟那個 就不是醋酸纖維了 因為雷捧不可能用曬洛洛 那他們用什麼呢 用各式各樣的材質去替代 像有up tube啊 有奶龍的啊 各式各樣的 那每一家廠用的材質可能不盡相同 那像這樣的材質有一個好處 第一個它比較不會縮水 然後呢它也會比較輕 也會比較有彈性 而且通常還比較便宜 對 但是畢竟這個的選擇性不是那麼的多 那接下來當然我們來講一個比較積極性的做法 就是說如果說你真的很喜歡這一支眼鏡 OK你想要配可是它是醋酸纖維 那你又很怕你的鏡片會因為縮水產生影響 或者說你已經配了醋酸纖維的眼鏡了 那你應該怎麼去避免這一塊 其實很簡單 你就是每半年 你就大概自己記錄看你什麼時候配的嘛 自己稍微記錄一下 每半年把你這副眼鏡拿回去 回去原本配的眼鏡公司 請他幫你檢查一下有沒有因為 鏡框縮水產生對鏡片的擠壓 那個很容易辨別啊 那如果有我們就把鏡片拆下來 稍微修小一點點 再裝回去 就解決了 就這麼簡單 只不過你要變成你要多跑一次眼鏡 那基本上 你如果 跑個兩三次都有稍微變形 都有稍微縮水 稍微需要修一下 那你就修嘛 那等到譬如說 你回去兩次了 大概過了一年了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基本上 也就是說 這一隻眼鏡它上面 醋酸纖維上面的醋酸成分 基本上已經是四處差不多了 你就可以放心了 以後就不太會有那個情況了 當然 也要真的是眼鏡網有認真幫你看 有些眼鏡網可能 第一個也不一定懂這一個東西 但是這一點是說 你也自己可以檢視 你也可以把它翻過來 看鏡片內側的那個光線 有沒有扭曲感 那這個也這個就真的 不是那麼的好教 但是至少你可以大概看一下 那個鏡片的那個 反光的扭曲感 有沒有真的很嚴重 應該也大概可以看得出 眼鏡有沒有變形 或者你在戴的時候 你會發現整支框 通常一般來說 如果是裝這種這種樣品片 因為它比較薄是軟的 它縮水的時候 它會往裡面擠 那一般眼鏡呢 因為它可能比較硬 比較我們有一個厚度 而且鏡片比較硬 通常一縮水一變形 它會往外翻 會整個開掉 如果你發現你的眼鏡怎麼 變得很開 其實有的時候不是你戴的 不是說它戴的變鬆了 其實很有可能是 鏡框縮水的問題 那你如果遇到這個問題 你回到眼鏡堂 千萬記得 不要只是調整而已 請它幫你檢查 鏡片有沒有 是不是需要 稍微幫你修小一點 這個會大大延長你鏡片的壽命 所以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一下 如果說 因為畢竟 現在世界上膠框 真的還是 觸酸千尾是為大眾 那尤其現在歐洲框又這麼流行 那歐洲的 那個 那個觸酸纖維在縮水這一塊 真的是會比日本還要嚴重一些 所以這一點 希望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避免說你花了這麼多錢 然後買的眼鏡跟鏡片 就因為這一個沒有去注意到 輸掉它縮水的這個問題 而去提去減少它的壽命 希望對這個這個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謝謝各位